那亲爱的燕秋 你也是知道师父总是说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他一直都是这样子 他勇敢地承担了所有的一切 那也请燕秋来说一下 您对师父 师父给你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又在哪里呢 我没有缘分像李涛那样 可以半夜接到大师的电话 但是我都有听到转述 第一手的转述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 李涛我刚刚讲了说 我们都不是佛教徒 但是大师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 又有智慧的一个长者 就是个老人家 所以跟他一起相聚的时候 我们会没大没小 而且会有什么就说什么 大师也会特别的放松 甚至有时候会很调皮的 跟我们对话 李涛特别在 在就是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他特别只订了一份报纸 叫做人间福报 他订这份报纸 唯一的一个 这个要看的 每一天一定要看的 就是大师在报上的专栏 所以他要知道大师在想什么 大师的意见是什么 观念是什么 这是他学习的一个标杆 所以我觉得 然后在得到了这个 星云传播贡献奖的时候 李涛特还给大师发心 说他要带大师去全省巡回 各个学校去讲 讲一百场 对 后来讲完了 他有回去跟大师 两年的时间讲完了 回去跟大师交差 对不对 大师有再跟你讲一句话 不是我直接讲的 是旁边好像是一位 中长讲的时候 李涛讲了 真的讲了一百场 三好四个 大师看看我 他很年轻啊 整体又好 可以再讲一波差 我真的对大师的 很多的想法观念的一个 深入的去接触的时候 其实是 拜这个马来西亚 佛光文化的一个邀请 在2021年的时候 佛光文化在马来西亚 的佛光文化的 尿开法师吧 是不是 他打了个电话给我说 他们有发了一个大愿 就是要把 因为星云大师一共有 三百六十五本著作 是一本很大很大的全集 他们发愿要把这本著作 全部的三百六十五本 全部变成有声书 希望找一些广播界的人 能够来把这些书籍呢 变成 你随时都可以想听就听 不一定或者是对阅读 没有时间 或者是没有办法阅读的人 他们仍然可以从 这个声音里面 去讲这本书的当中 去体会大师的一些的思考 所以当然像我这样子 口齿清晰啊 国语标准啊 声音又甜美的人 当然是首选嘛 这个后面都是我自己加的 师傅没这么讲 所以我当然很高兴地答应了 他说你就自己选一本 我就跟你他商量 我说我们选哪一本 因为三百六十五本呢 里面其实只有一本书呢 是大师把三百六十五本 其实像是一个导论一样 写在那本书里面 而且这本书是大师生病之后 所出的书 那这本书就叫做 我不是假教的和尚 我说你看看 大师多么接地气 还会用台语假教 然后来当做书名 所以我就说 那我就选这本书 啊 后来才发现 这本书有三百六十几页啊 而且这本书让我觉得说 我有两个痛 一个呢 叫做痛苦 开始念这本书以后 发现这个痛苦了 为什么 一个字不能错 但是里面充满了大师 很多的弘法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 佛教的专用语句 专用语句 我都不会念 所以我就来请师傅呢 这个请法师 把每个 我就一个个写下来以后 法师要给我做答案 然后要注音给我 那样 但是法师也有很多的事情在忙 也不是天天在那边看着我的 看着我的line 所以呢 我就要等法师给我了 正确的读音之后 然后才来念这个 念这个本书 所以刚好2021年呢 因为 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通通都被关在家里面 于是啊 我就在家里面 找了一个山上的一个 非常安静的地方 在那里呢 住下来 呃 花了大概 呃 我想我大概有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每一天 念个几页 每一天念几页 然后就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把这本书全部念完了 所以我想 我想我 如果不是 我当然不可能是唯一 但是我应该是少有的 从第一个字 念到最后一个字的人啊 所以这本书给我非常多的一个 一个启发 让我更加的体会了 大师他真正心里面 他所思考的 他的理念 他的梦想 让我这本书里面看到 其实因为现在大师 呃 离开了 原籍了 有很多人都很遗憾 还是觉得很不舍 其实大师在这一本书里面 他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这个生命的 他对于整个生命 和生病的看法 我想举例一下 他讲说 我毕生啊 弘扬人间佛教 常以人生三百岁 他说 常以人生三百岁来自免啊 为了佛教永不休息 然而世间因缘和合 老病死生是自然的现象 物质的肉体也会有故障 需要维修的时候 2016年岁末 我因为劳累过度 以至于脑部出血开刀 感谢高雄长庚医院 陈兆龙荣誉院长 率领的医疗团队的帮助 也感谢全球有缘人的祝福 得以恢复健康 这一生我以病为友 以忍为力 我并不感觉有什么痛苦 只是有些不方便而已 我心无挂碍 自由自在 只有欢喜快乐 所以我想今天重新的念 大师的这一段话 也让所有全球的佛光人 能够把心安下 大师缘起了 但是他心无挂碍 他很开心 所以大家也要放下来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 我还看到了很多大师的一些想法 我也想分享给大家 其实大师 在这本书里面给 僧众 几乎是当头棒喝 所以我刚刚说 念这本书很痛苦 因为很多字 很多这个 专有名词我不会 但是念这本书 很痛快 因为大师在这本书里面 几乎是 一针见血 而且呢 非常 甚至有时候是非常严厉的 那么在这个 对于佛教方面需要做的改革 对于僧众 需要做的一些的修持 他非常严厉 而且很直率地指出来一些的弊端 所以你可以从那样子的一个句子当中 感受到大师当时写这些字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所以呢 我呢 在感受了之后 开始也加重一下语气 来表示一下大师当时的一个感受 所以其实 这个痛呢 是蛮痛快的 学大师的语气 还可以教训很多人 觉得很痛快 那 对于佛教来讲 他是有一个当头的棒喝 我也要把这一段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个都对我来讲 都是念的时候 都是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的时刻 他说我写本文的意思是希望啊 我们佛教的和尚 都是做供养十方的和尚 不要做吃十方的和尚 佛光山的屠众弟子们应该要知道 台湾的信徒 佛光会的佛光人 国际的士生们也应该知道 总之 我要让大家晓得佛教里面有很多 不是假教的和尚 让大家放心 跟不吃教的和尚来往 这还怕佛教不能够复兴吗 无论出家的徒众 在家的弟子 我们虽然还未成道 但是我们先广结人员 做一个发心的菩萨 不要做假教的和尚 也要把自己视为是佛教的信徒之一 要有佛教靠我的承担 大概这就是我垂老之年的一些心意了 可以看到大师尊尊教诲 希望佛教能够复兴 希望大家都有佛教靠我 不是我来靠佛教的信 所以我今天特别分享了这几段 我其实还有很多 我当时看了以后非常激动的 激动的一些的章节 那因为时间也有关系 所以我跟大家做我一些的分享 总之大师不管是在身教 在研教 在用书本来教导的时候 其实都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一些信念 我觉得靠着这些信念 我们缅怀大师 大师会开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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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